第一位,科比科比96年13帅位入选NBA,前期的职业生涯,都是从体股开始打起,这让他第一个赛季的数据并不是那么好看,虽然场均只有7.6分,但是丝毫不能掩盖他的巨星光芒。 第二个赛季的表现让球员大开眼界,场均得分直接上升到15.4分,不得佩服当年威斯特德的慧眼。 从此以后,科比的能分能力不断得到提升,防守能力也逐渐得到改善。 随着琼斯的交易,鲨鱼的来到OK组合所向Pini,带领着胡人拿下又一个三连贯。 而后的事,相信大家也都知道,科比逼走鲨鱼,胡人管理层选择了科比作为球队的核心,为之后的两连贯买下伏笔。 事实证明,当年的胡人管理层的决定确实是明智之选。 第二位,詹姆斯哈登哈登09年,作为探花被雷霆的选中,但职业生涯并非顺风顺水。 当外界都以为雷霆的新赛季会是由哈登、杜兰特、威少组成的三巨头单软首发时,雷霆的教练组的做法让人吃惊了。 他们为了增强替补习的得分能力,硬生生的将哈登放在了替补习。 在新秀赛季,哈登更多的扮演的是一个第六人的角色,不过哈登的表现没有让我们失望,拿到了最佳第六人的称号。 随着雷霆总决赛的折辑,哈登的合同到期,迫于薪资力压力,雷霆不得不选择将哈登交一支火箭。 在休斯顿,哈登的表现令人叹为观止,在这里他成功得到教练和队,有的信任,坐上了球队老大,打出了自己的最佳水平,成功带领球队打入西部直赛。 不得不说,哈登的表现确实配得上他现在的薪资,也希望他能带领球队更上一层楼。 第三位,保罗乔治炮娇的新赛季,同样,也是从屁股开始打起,第一个赛季的场军得分,只有少少的7.9分。 但是在球队老大哥来接受伤后,也就是第二个赛季开始,炮娇就牢牢的占据着了首发的位置,得分能力也开始展现出来。 当球队需要他的时候,总能站出来,带领着球队前进,只可惜老天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,在国家队训练期间,他折断了小腿,这导致之后的一个赛季,炮娇都没有上场比赛。 随着格兰奇出走,球队彻底开始营绕着炮娇重建,之后的炮娇凤凰涅盘,浴火重生,带领步行者和詹姆斯的骑士百万,虽然最终折疾,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了一个让我们满意的炮娇。 随后他选择离开,加入了雷霆,祝福炮江能够蒙圆总冠军。 第四位,吉米巴特勒巴特勒小时候家庭条件艰苦,也正是这种环境,使他磨练出了吃苦耐劳的本性。 带工牛任劳任怨,经常是球队出场时间最多的,防守最积极的,训练最卖力的。 在罗斯受伤以后,巴特勒站了出来,扛起了球队进攻打棋,带领球队一次又一次走向胜利,连续入圈全明星也争能应称出他优秀的表现。 然而,工牛选择重建,他随之被交易到狼队,这次毫不影响他的表现,依然带领着自己的球队进步。 巴特勒确实拥有着让我们敬佩的本性,值得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学习。 不过,目前在森林郎的巴特勒正面临对球队交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